我们看它们张开了双臂 前后摆动着 就如同井鸡张开了双翅 偏然的舞动 而它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我们来靠近看一下 前方有一朵大花 而发肌的后方呢 也插着一把银梳子 这朵鲜花呢 象征着太阳绣片 微微地向上翘起 就如同井鸡 长长的尾巴 骨鲜 消灭了蝗虫的灾害 并且找到了 小米以及稻谷 享生找到自己的家人 找到自己的部族 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到五六岁的时候 裙摆会缝制出三节 每到盛大的节日 女孩就会穿着这样的裙摆 参加村里的集会 那么随着女孩年龄 逐渐长大呀 裙摆征战狩猎 以及迁徙的这么一个场景 经过五次迁徙 最终是来到了 他们最终到达了这里 在这里 安家落户 都说呀 苗族人会走路 就会跳舞 会说话 这18%将被拿来 给全村的1300多户 村民 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这些坛子里 装着的就是雷山鱼匠 雷山鱼匠呢 是用小河鱼 加上木姜籽和辣椒 再配上酒和这些小鱼 那么了解一下 这鱼匠 它究竟是怎么 三百余户村民 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传统村寨 同时这里也 最为不绝的吊脚楼 依山而建 风雨桥的倒影 在水面上摇曳多姿 这里就是贵州西街